好我們繼續來聚焦是立委 邱成遠高宏安日前緊追造成 防疫破口的三加十一決策過程 而台大兒童醫院感染科的醫師 李秉穎就提到了專家會議 從來沒有討論過三加十一 那是指揮中心自己開的會議 而立委邱成遠就指出說 指揮官陳時中說有專家背書 最後呢還是被拆傳謊言 我想明偵探科男友說了 真相只有一個 我想這個事件 主事陸續的抽絲剝繭 其實就看得出來 其實根本在這個整個決策的過程 是非常的粗糙 可以說可能是由 陳部長一人來去做拍板定案 那中間更不要講所謂的 專家的會議紀錄 還是諮詢的會議 我想這個也是為什麼 陸陸續續紀錄不願意拿出來 甚至沒有辦法提供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中間多少人參與 或者是說在決策的過程中 有提供了多少的意見 其實我們相信這一定當中 都有這個過程的紀錄 只是陳時中部長他不願意去提供 那現在其實 陸陸續續專家像李兵營出來 提出了也戳破了這個所謂的謊言 其實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個決策的過程 陳辱我們一直以來認為的 他就是非常的粗糙 這一次華航的這個諾富特的事件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因為 這後面這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你就是第一個這個政策本身 沒有公衛專家背書 第二個華航跟諾富特的管理不佳 造成自主健康管理沒有落實 那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裡面呢 陳時中部長就是扮演一種很空靈的角色 他就是一直說他要負責嘛 那或者是說他一直說 這個會議這麼多我怎麼記得有沒有 那今天我們的問題都很簡單 一有沒有公衛專家背書 二有沒有開過會 三有沒有會議記錄 這三件事情如果你要負責的話 就應該是要把它講清楚說明白 而不是好像擠牙膏似的 到了現在還一直不停的在爆出來說 其實根本沒有開過公衛專家的會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讓我們民眾感覺到非常的 有覺得非常的就是 感覺是不知道為什麼政府會這樣子面對一個重要的公衛決策 那當然連帶的其實大家的 對於政府的信任度也會跟隨著下降 好現在新美市副市長就認為中央應該要檢討四件事情 首先是3加11的決策過程 並且呢對於這疫苗的不足必須要坦誠 要面對不要企圖想刁難 想捐贈疫苗的企業團體繼續來看 趁這個時候一定要把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疫情 造成七百多位國人送過網了 所以當時這兩天我想七月六號 我們的李秉穎醫師 我們的這個這個裡面的核心成員 特別提到 並沒有開3加11的決策會議 為什麼國家的決策在這麼重大的裡面 會是不是開會來決定的 諾富特造成以後整個的全民破口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CDC今天最大的記者會 就是宣布很多的開放措施 如果我們的國人可以看到是跨了好幾個部會 一一來做說明細節非常的多 這也證明這一次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造成的不是只有國人的死亡或是健康的衝擊 其實它是一個全民都受影響 尤其是我們的經濟 更嚴重的是我們的庶民經濟 今天新增18例的本土個案 其中新北市佔了4例 而新北市長會有疑說 感染源跟台北有關 依然是居家隔離解隔離之前出現陽性 另一名市林口市民到台北探病 結果沒有想到確診了 有一個是在新竹縣的一個工地做工 但是因為裡面有工人確診 那傳播給他 那他住在我們的板橋區域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他的感染源是從新竹縣的一個工地傳染而來 而且已經有多名工人在那邊確診了 所以這感染很清楚 至於另外台北有關的所謂的兩個人 一個是居家隔離的 這是舊案 那舊案以後 因為剛好在居家隔離當中 解隔前才印出來是陽性 這個不報告以外 最重要的有一個 這個來源也很清楚 台北有關的還有一個來源非常清楚 是我們新北市林口的一位市民們 一位市民 因為他到台北找他的姑姑 然後因而遭受到傳染 所以這是台北的一個親屬傳給他的 所以這來源也非常的清楚